目前多数的国家开始开启了国内外旅游 但是你很难想象就是 比其他旅游服务业恢复得更快的 居然就是博彩业 美国2020年赌场收入只有30亿美元 但是经过一年的时间 就多出了500亿元元 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夜晚星空 明虹闪烁 站上景观塔 将整片拉斯维加斯景色 尽收眼底 绚令灯光搭配优美音乐 水柱如水上芭蕾 轻影变换各种动感舞蹈 美国旅游人潮逐渐复苏 但很难想象 比旅游服务业复苏还快的 竟然是博彩业 Nevada Casinos pulled in a record 13.4 billion dollars in gambling revenue in 2021 according to the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The total gaming jackpot last year 也在2019年比11.6%更赢了 19.6% 疫情在家闷太久 一解封大家都往赌场冲 虽然在2020年赌场收入 瑞减31% 只剩30亿美元 约893亿台币 创17年新低 但才时隔一年 美国赌场收入竟然就多出 约500亿美元 来到530亿美元 约1.57兆新台币 成为史上最高 Las Vegas is famous for many reasons Casinos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People from across the world come here to try their luck in America's playground Vegas is home to over 100 Casinos each offering an upscale feel variety and big payouts 赌场是美国博弈业 营收的最大来源 市场更看好 今年将会持续强劲 英文丹娜拉斯维加斯 所在的内华达州来看 今年三月份的赌场总收入 就达13.55亿美元 约403亿新台币 而这仅仅是一个州 一个月的收入 Casinos on the Las Vegas Strip Win boasts a 111,000 square foot Casino space 而随着旅客回流 不止饭店业者磨刀霍霍 就连F1赛车锦标赛 也选在拉斯维加斯 渴望创造1亿英镑 元36亿台币收入 让产业复苏出现双重效应 东山新闻黄布巷 副一文终而报道